你还记得吧 你十二岁那年 在街头 抢昏昏的战狂 差点被打死 我让先生救了你 我问你 你为什么不找 比你弱的人下手 你跟我说 那也会让你变得更弱 宁愿饿死 你不愿意当个弱子 我看她的瘦小 有倔强的脸 就像 看到出道难道的自己 就这样 咱们就开始了这一段父子情缘 我教导你们 说男子喊 要一人做事 一人当 你哭鸡铃 是死我 你真是一条好汉 我所有的儿子里面 我最看重你 可是 你为什么不能等呢 你为什么不能有点耐心呢 你怎么很耐心地等下去 出门的这一切 都是你呢 都是你呢 我看了你 一天一天的沉荡 你一天一天的都跟下我自己 把你逐出出门 我不意思自转其辟啊 你也要有野心 你应该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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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自如 咱们就结束了这一段父子情缘 我说 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误 你犯了 你犯了 不是我真是你的儿子 儿子 你犯了 老爷子 时间到了 孩子 一路好走 让咱们下辈子 当一队 普通父子吧 那些哥哥 都是被你 是的 他们对您忠心耿耿 您难道不知道吗 这个世界啊 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忠心 只是看 背叛的筹码够不够 我们所有人 把您当做亲生父亲一样 敬您 爱您 甚至可以为您去死 那您对我们 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感情啊 对我们这种人来说 是一种束缚 也是枷锁 你啊 你啊 也学着忘了它 那您把我们当做什么 工具 你养的裂口 还是 永远就扔得垃圾 听说啊 养骨的人 把不同的虫子啊 都放在一起 任由它们私杀 最后 那能活着的那个 就是骨王啊 果然是这样 那锁头哥呢 他占到了最后 您为什么还要逼他 现在的社会 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邱门 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 现在黑色的世界里 太森了 那我呢 我知道秘密最多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你怎么会有 自己上人 只知道有脸谱 不知道有茧子 所以啊 你不需要死 从今以后 脸谱不会再出现 也好 脸谱啊 是不需要再出现了 杀了我 或者让我走 我说过 我会给你自由的 你对其他哥哥们 也是这么说的 这事是真的 什么条件 你啊 只要好好替我做好 最后一件事 我就给你自由 我做好 很好 你学会了压制自己的感情 你啊 干嘛啦 干嘛叫我停车 我觉得 咱俩今天还是别去了吧 万一打到别的那个什么 多不好呀 什么意思 干嘛 干嘛 真的假的 这哪有假的 那杂的叫一个自信 那叫一个温柔 那叫一个心煞旁人 哎 潜子哥哥 以后啊 每天早中晚 你都要配合我的检查哦 要不然这些伤口 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还有啊 刚才我去了一下厨房 有很多东西都是你 痊愈之前不能吃的 也不知道是谁 给你买的这些 太不会照顾人了 我猜 一定是全程哥 唐一姐姐 你还没休息啊 唐一 白天的事情 你别介意 父亲是开玩笑的 我看 你身体好的也差不多了 明珠又比我会照顾你 毕竟是那么好的医生嘛 不是 那 我 我就先走了 你要去哪儿 就是啊 唐一姐姐 都这么晚了 留下吧 我本来就是因为 她身体不好 我才留下来照顾她 但是我现在那么一想 确实挺不合适的 我酒店里面 还有我好多东西呢 我回去住也挺方便的 有机会 喂 我回来看你们呢 拜拜 你不用走 松手 不松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没有在我妈面前拆穿我 但是说谎也是不对的 这不叫说谎 这叫善意的谎言 有时候善意的谎言 会不会助长一个人的偏执啊 我这样做是不是做错了 我这样做是不是做错了 希望学长可以明白我的苦心 你在说什么呀 闻事 瞎说的 我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奇奇怪怪的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看到张叔叔那么张扬 想要逃避失败 所以才拉我乱跑一整天 你在胡说什么啊 张信他自己做了什么他知道 那不叫张扬 那叫虚张声势做贼心虚 不懂在你们乱说 是 我不懂 我不懂 我也没有资格去参与你们这些事情 不过告诉你啊 简直是无辜的 你们不要把他扯进来 无辜不无辜不是你说了算 不然我们扯他干嘛 那就好 那就好 你自己的事情都没处理好 你还要先亲关心别人 我有什么事情啊 抓也抓过啦 关也关过啦 最多有好好做导游呗 还是那句话 信不过你 我说蔡大警官 人与人之间能不能多人信任 少点怀疑呢 你这样 很容易交不到朋友 管你呢 反正你妈已经把你交给我了 从现在开始呢 你的一切事情都必须要听我的安排 人家 可是真紧人 不要有什么非分子想啊 反正呢 从今天起 你每一个小时都必须要报告我 你的行程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啊 开玩笑 我怎么也算是个唐唐男子汉吧 我整天跟一个女人汇报所有事情 你想什么呢 不行 你试试看啊 你试试看啊 你真的 试试看啊 简子哥哥 唐云姐姐 你们别这样 真的 大晚上的 你留这儿吧 我还有好多话想跟你聊呢 聊 改天再聊吧 改天再聊吧 你看 你们久别重逢的 我在这儿算什么呀 这点眼的一见我还是有的 唐一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那样 好了 别闹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忙呢 啊 唐一 明珠 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要好好待人家 别伤人家的心啊 明珠 明珠啊 她呀 可能就是 我照顾她太久 把我当保姆了 小孩撒撒娇 别往心里去啊 唐云姐姐 她有时候是有些任性 你别太见惯了 我走了啊 嗯 你让不让 除非你不走 那些筹码现在是假的 但是如果有你帮助 他们就可以变成真筹码 你也要离开我吗 我 你 你 神经病啊你 你 你耍流氓 不要耍得那么明显好不好 不明显还叫耍流氓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了 是你先这样的 我什么时候了 我 你忘了吗 那天晚上 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比明明活着 爱着却再也见不到了更痛苦的 神经病啊你 我 我那是为了救你 你别跟着我啊 再跟着我 我就死给你看 那来我说 你爱 DYLAN 你 你咋 ABOUT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干嘛 你怎么办 你去你 你去你 你去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 是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就回答事啊 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把你当做妹妹 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伤心的事 我向你道歉 不 你没有做错什么 是我自己的问题 如果说 喜欢你也是个问题的话 明珠 这一次我不能再听父亲的安排了 相比于得到你 我更希望你幸福快乐 只是 只是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我只是希望你心里有一颗准备 去吧 在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 我不希望你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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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简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不想说就别说吧 我只是不希望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憋在心里 给我一瓶 我以后就没喝酒了 请我喝一杯酒也不可以啊 不是啦 我今天跟简子吵架了 她看起来那么老实 应该不会惹你生气吧 其实也没什么啦 只是我想不通 你说人为什么总是表里不一的呢 表里不一 你是指她的身份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 我就说 她 她明明就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对象 还假装单身地追我 而且 展老爷子 都安排那个小妹妹去她家里住了 她今天 她当着那女孩的面团 她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 我觉得有误会 终于给她解开 要是你真误会她了 岂不是错过一个好男人 什么好男人啊 她是不是好男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喜欢小屁孩 对了 你刚刚说她身份的事情 指的是不是她是詹老爷子 养子这件事啊 她是詹氏里的养子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不过简子和其他的养子 并不太一样 从来没做过那些违法乱基的事情 是詹氏里众多养子当中 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是啊 你看她那怂兮兮的样子 不过 幸好她选择当一个好人 不然也不会相安无事地到现在啊 来 我敬你一杯 来 这样跟踪她 我会被当做变态吧 不过在她眼里 我就是个变态 这边 这里好熟啊 李勇基家附近 不管了 变态就变态 谢谢 对了 简直被写词的那天 你留了纸条 说你找到了编码器 究竟怎么回事啊 编 编码器 就是杀死可可的罪毁祸首 其实 我早就想给你了 只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就在这里面 我知道 你现在的情况也很艰难 但是我求求你 一定要将 将杀害可可的凶手中拿棍好吗 你不相信可可是锁头杀的 锁头那天 林斯前跟我说的 我觉得她不像是在说谎 所以我 根据我的线索 可可的确不是锁头杀的 不过锁头也不是真的脸谱 真脸谱另有其人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锁头 锁头说 真的脸谱 她也并不是杀人凶手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锁头说的话 根本毫无可信度可言 真正的凶手还有待调查 我现在失去了指挥 还丢动中案组的权力 所以不能透过正常渠道来调查 编码戏放在我这儿反而不好 你先收着 等事情有的进展再跟你拿 可是 放在我这儿也不太安全吧 万一哪天有人来读 你放心 我现在可是闲人一个 平时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不过你记住 编码戏的事情 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明白吗 谢谢你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我都到了这个境地 你还是毫不怀疑的相信我 没有 没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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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美派 对了 那天从机场回来 有人接触过那辆救护车吗 救护车 那天车上只有我和蔡警官两个人啊 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想问问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近你 我 我去开 等一下 这么晚了 会有谁来 噓 喂 外卖 这不是您点的吗 外卖 我们又点外卖呀 你搞错了吧 五楼二单元三零二 地址没错 您是唐义小姐对吧 用那 用那一块 那个 先个 先个带 谢谢 谢谢 生活 生活愉快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又是我订的 大半夜的 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啊 不太像恶作剧 十几家外卖都付过款了 如果是恶作剧 肯定是获到付款 不知道是你个混蛋小子 被我知道了你当死他 所有订单都是你的名字 你可以想想 谁对你这么了解 还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位子 你什么你啊 都把我睡了 你还跟踪我 你是不是这个变态啊 不是 我给你的手机 有定位系统 神经病 想到什么了 没有没有 我也搞不太清楚 怪不得每次都能长到 哇 还真是丰富啊 先干围巾 没了 我来我来 好 喂 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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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关 饿了这么多 饿了吧 你 你没事吧 你说话呀 唐逸 唐逸 什么声音啊 没有声音啊 是你肚子饿的声音吧 我来看看 是个大鸡腿 再吃两口 再吃两口 吃那么多 噎死你 你真的没事吧 不要说话 多吃一点 对了 李警官 你今天给我买的衣服 我好喜欢 好喜欢 你喜欢就好 唐逸 你说 我穿上去之后 会不会变得更好看 那当然 你穿什么都好看 那我现在就去穿给你看 好不好 不好 好啊 我等你 好 你大爷 你来干什么呀 唐逸 你来干什么呀 我刚好楼过这儿 我肚子疼 我进厕所用一下 肚子疼不去医院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不行了不行了 这晚来我家 有什么事吗 关你什么事啊 废话真多 不是肚子疼吗 快去 好了 不疼了 等我玩呢 哇 肚子饿了 这么多吃的 快一起吃 一起吃 哇 你干嘛 肚子不疼了是吧 不疼的话 回去找你的明珠妹妹玩去 别在这儿待着 又疼了又疼了 耍无赖是吧 我有话对你说 不疼了 我不听 你不听我就不走 一块儿放 好 那你们聊 我出去溜达溜达 不用 我不用了 我们出去聊就行了 还不快的 想说什么说吧 跟我回去吧 说完了 没事我走了 你还在生气吗 我还在生气吗 傻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看上去像是 不生气了 唐义 我和明珠 好 我不想听你 跟宋明珠之言的事情 我生气的是 算了 你回去吧 你说父亲 那是老爷子的想法 跟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的选择吗 你有的选择吗 我会争取的 你别走 我的心意你还不明白吗 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闹够了吗 可以走了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怎么 没听清楚是吧 让我再说一遍是吧 你别来找我了 你别来找我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受够了 自从来到难道 每一天都在做噩梦 到现在还会梦见 梦见可可死了 梦见锁头 在跟别人厮杀 一刀一刀的 雪把海水都染红了 我就眼睁睁看着 我生生的一群人 在我面前死掉 剑子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也会害怕 我以前过的都是那种 特别安定的生活 所以我现在后悔了 我想回家 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你有的选择吗 你没有 你没有 所以回去吧 对不起 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我怪你 是我擅自闯入了你的世界 剑子 也给不了我想要的安全感 我也一样 给不了宋明珠给你的美好的未来 我的美好未来就是和你在一起 相信我 等不了多久 我就自由了 到时候我就跟你一起走 我们一起生活 你却看不到 现在我只想忘掉 哪有那么简单 自己的虚想 我给你却很糟 你又没有想我的感受 我猜不到 你有没有想我的感受 你迷惑了我 为何你站在远处 让我看得起来 快乐 却不愿意回来 快乐 快乐 或许 让难倒变成你心中的难倒 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 对不起 我 我不愿意啊 你敢不愿意 然后怎么做 你 这ø显 你们来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